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元神,那塔5.1前端抢先看 5.2卡池预测 火神机制曝光,低命后台挂火 元神那塔5.2-5.3卡池确定 恰斯卡锋系大C 火神平民玩家必抽 成都二级超王会夺冠 元神那塔5.1卡池越来越近 新五星角色西诺宁也即将登场 各位旅行者们 是不是也都非常的期待呢 除了暴女外 后续卡池安排 火神马威卡 恰斯卡等角色的相关消息 也是很多玩家比较关心的 一起来看看吧 有关于5.1卡池的新角色西诺宁 官方已经公布 复刻角色的话 早期的消息中也提到 5.1上半是西诺宁 先知 下半卡池是纳西达 胡桃 虽然有点出人意料 不过就5.0卡池万叶 雷神的插队来看 5.1卡池这三位角色复刻 也并不是不可能 也是目前说法最多的一个版本 不过 5月1日的前瞻 距离现在 也就不到20天的时间 到时候就知道会不会翻车了 而说起5月2日及后续卡池角色的消息 也是很多旅行者们比较关心的 就目前的最新消息来看 5.3卡池之前的安排 基本上是确定了 比如风系弓箭城女恰斯卡的登场 火神马威卡 宾系法奇少女倩特拉利 而早期就登场的黑皮小萝莉 一安三 看样子 5.3之前 登场的概率还是比较小的 其中火神的强度不用说 虽然机制相关 没有确定 但强度不会低 加上5.1卡池的人权卡西诺宁 两代人权卡 可以说是必抽了 首先就是5.1 5.2卡池角色登场的相关消息了 就最近网传的消息汇总来看 卡池角色登场的变动还是比较多的 尤其是复刻角色 5.1卡池的新五星是西诺宁就不多说了 5.2卡池据说是恰斯卡 欧洛伦登场 5.1卡池复刻角色是之前提到的千只 纳西达 胡桃 5.2卡池复刻的角色飞 分别是温迪 闪兵 仆人复刻 也是目前说法最多的版本 而说起火神马威卡的登场时间和角色定位等 也是很多旅行者们比较关心的 根据最新的消息 有关于命座和专武的消息来看 火神灵灵具有后台怪火的能力 但是频率低 二命可以提高后台怪火效率 以及火元素相关反应的倍率 满命满足特定条件后 释放大招重置全队夜魂迸发的CD 并增加全队200%的攻击力 专武特效也是增加全队的攻击力 这么来看的话 火神马威卡大概率是个低命C 命座不辅助能力 倒是有点雷神的味道 零命脱手挂火 二命C 满命给拐 而火神马威卡的登场时间据说在5.3卡池 同时还有一位是之前PV中出现的 粉毛少女角色倩特拉利 定位是五星兵法 一技能护盾 修后台挂兵 不过毕竟版本跨度大 保不保证就不知道了 各位旅行者们还需理性观看啊 本期内容就到这里了 你觉得怎么样吗 欢迎各位大佬在评论区讨论 根据最新的相关消息来看 5.2卡池的新角色 分别是恰斯卡 欧洛伦 复刻角色的话 之前有提到散兵会复刻 其中恰斯卡 散兵登场的可信度 还是比较高的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